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亚青年运动会和杭州亚洲运动会的香港建议打打气 中国香港将会派出历来最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今届的亚运会 而东亚青年运动会也有大约145名的香港运动员参赛 在今天的授旗典礼上 除了有经验丰富的精英运动员之外 也有不少的年轻新秀 我觉得这个正正反映香港不同的体育项目 已经开始建立了有系统的一个阶梯培训 将技术和经验好好地传承下去 而适逢今届的亚运会是由国家主办 香港运动员除了可以和亚洲顶尖的运动员切磋较量之外 也都能够加深对国家最新扎展的认识 实在是别具意义的 令人期待很久的杭州亚运会将会在9月底会揭幕了 今届已经是国家第三次主办亚运会 香港会派出历来最大超过900人的代表团 包括681名的运动员 共是参与41个体育项目 意义非凡 大型国际运动会是体造传奇 建立友谊 促进文化交流的地方 我相信杭州亚运在国家支持 杭州筹备之下 毕竟成为国际终目的体坛盛事 亦是香港运动员向世界撮好中国香港故事的平台 Hello大家好 我是许德欣 是香港武术代表队的 我主项是太极拳太极劍 我上届有参加过的 第一次出赛 拿经验为主 有第四名成绩 今届希望再努力点 再享受点 再开心点 今天有这么多运动员一起出席这个首期禮 其实绝对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开心点就是 很比较You are not alone 这个感觉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追梦 去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 肩并肩 支持港队 本身我们香港电子竞技的发展其实都有一段时间的了 其实都成熟的 如果今次中国香港代表团 我们都保持着实力 信心一定要有 还有都有的 那其实我们中国香港的实力 对比在整个东亚区 其实都算是中上的 所以希望可以拿到牌 Hello 我是玩龙舟的 那我叫邓浩聪 今次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见到很多不同项目的运动员 觉得很震撼 而且觉得很兴奋 而且很期待今次的亚运会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再见